女孩因车祸被送往医院 护士剪掉了她的裙子 一旁的男医生瞪大了眼睛 看着妹子绝美的身材 她们眼睛都变色了 三名男子轮流对女孩施暴 由于打麻醉药 虽然女孩还有意识 但全身都动不了 只能任由她们失为 转眼间十年过去了 曾经的那个女孩 成为韩国著名的大明星 一切似乎都过去了 但是今天酒店内发生了一起凶杀案 死者手筋脚筋都断了 致命伤势被割断了喉咙 凶手是个幼撇子 方法非常残忍 每个点仅刺穿动脉 而且刺得非常轻微 伤者的血液会慢慢流失 经过长时间的折磨 最后因失血过多而死 从用刀的熟练程度来看 可能是专业人士 据警方调查 死者系该医院院长助理 在医院享有良好的生育 考虑到凶手的用刀技巧 所以警方着重调查了医院的同事 很快他们通过酒店监控 看到一个女人去了死者的房间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医院里的实习医生 然而他们很快发现 女人只是单纯的潜规则 并没有杀人动机 她离开房间后 还给酒店钱台打电话 预约了下午的叫警服务 但监控只记录了 这个女人进出的视频 凶手是如何躲避监控 潜入房间的呢 队长秦匹敏锐发现 酒店的通风管道 连接着每个房间 凶手可能会通过管道 潜入死者房间实施犯罪 因为没有留下指纹 警方的调查陷入瓶颈 这天 秦匹下班回家的路上 看到一家新开的肉店 她被招牌吸引走了进去 但是万万没想到 老板是个身材火辣的美女 女人露出了她修长的大腿 举起右手的刀 轻松地把猪肉处理整齐 秦匹看着眼前的女人 露出一张痴迷的脸 鬼使神拆地买了十几斤猪肉回家 回来后一旦闭上眼睛 脑海里就充满了女人的形象 结果第二天一早 又出现了新的受害者 这次的死者是医院的麻醉师 也是死在床上 死因和上次的死因一模一样 动脉被切开 血液被排出 最后一刀杀死她 连续两个月 两名医生被杀 两者之间有何联系呢 从医院老员工的口中 秦匹得知了十年前的故事 当时犯下暴行的三名医生 也有两人不幸身亡 只剩下整形外科医生苏木了 现在她已经出名了 她娶了一掌的女儿 还经常出现在综艺节目中 成为声明在外的明星医生 她很可能成为凶手的下一个目标 于是秦匹找到了苏医生 问十年前发生了什么 对方不仅矢口否认 还让人把秦匹赶了出去 无奈 警方只能暗中保护苏木 当晚 秦匹又去了肉店 碰巧遇到一个老妇人出来 她有点奇怪 这么晚了 还有人来买肉 结果和美女说了几句话 秦匹就不受控制的 一下子买了五斤牛肉 回到家后 她忍不住她的口气 如果一直这样 迟早会破产的 警察这边 经过几天的等待 苏木似乎按捺不住 深夜去酒吧喝醉 这里人来人往 非常不利于警察的保护 秦匹气得牙痒痒 正当他们分头寻找苏木时 走廊里出现了一个服务员 端了饮料 背后有蒙面女子 三个人在窄路上相遇 房间里正是她要找的人 蒙面女子见事态不妙 赶紧离开 粗心的吃西生 不小心把托盘弄掉了 一把刀从里边掉了出来 秦匹立即看向刚才的女人 那人很可能就是凶手 两人开始了激烈的追逐 女人跑到商场 此时 卷帘门缓缓降下 她一个划铲 秦匹速度稍慢 被挡在外面 只能目送对方离开 但她总觉得 凶手看起来很眼熟 女人手起刀落墙上的小墙 立刻变成了两半 一个屠夫还有如此厉害的刀法 她的肉一上架就卖光了 但老板本人却并不吃自家的肉 更奇怪的是 原本一座宁静的小镇 两起谋杀案连续发生 这里面有什么联系呢 故事要从十年前开始说起 那是一个下雨天 车祸中昏迷不醒的女孩 被送往医院 三个医生对她做了令人发指的事 现在其中两人已被杀 唯一的幸存者受到警方保护 根据医院保存的档案 十年前被侮辱的女孩 现在名叫清果 是韩国最受欢迎的女明星 警方传唤清果到现场 但询问后却一无所获 而在案发当晚 清果有不在场证明 当时她参加一个电影节颁奖 活动现场直播 根本没有时间犯罪 尽管该女子已经证明自己 不是犯罪嫌疑人 但秦匹闻到女人身上的味道 有些熟悉 但她不记得在哪里闻到过这种味道了 险些死里逃生的苏医生 偶然被安排和清果 共同录制一档节目 她看着眼前的受害者 眼神中的肆无忌惮 让女人沉默了 她似乎在酝酿一些什么 晚上 老太太又去了肉店 墙上挂着三张男人的照片 中间那也正是苏木 当晚凶手再次现身 苏木早已做好了准备 与保镖战斗时 凶手大腿被刺伤 随后逃离案发现场 苏木也受伤 被送往医院 镜头转动 一个女性在浴缸里包扎伤口 根据现场留下的刀具 秦皮开始了调查 店家说这种刀 一般是用来切排骨的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秦皮脑海中浮现出一个熟悉的身影 她来到肉店 这次不买肉了 看着刀架上的刀 女人看不出任何破绽 好像也根本没听懂她的意思 秦皮认为是自己想太多了 但当女人转身离开时 她却发现对方一瘸一拐的 她的笑容逐渐消失 对女人说几句话 两个人坐在一张桌子旁 秦皮先发致人 控制住女人 果然 在她的腿上 发现了一条绷带 她是凶手吗 但同时接到同事的电话 蒙面女子再次出现 打约了保镖 把苏木抓走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秦皮完全糊涂了 自己一直和女人在一起 那蒙面女子是谁 难道凶手是其他人吗 虽然没能抓住凶手 但秦皮却松了一口气 她主动来肉店 为自己的鲁莽道歉 镜头一转 苏木缓缓醒来 她被绑在木框上 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 拉开窗帘走了进去 身后还有一个蒙面女子 男子不断求饶 凶手却是毫不留情地 刮破了她的动脉 老太太上前一步 在她耳边低语 说实话 你现在很享受不是吗 苏木正主了 这话是她十年前作案时说的 她发现眼前的老者 是为那个女孩报仇的 奶奶脱掉男人的裤子 放出一条饥饿的狼狗 男子惨叫如杀猪一般 奶奶摘下面具 露出一张漂亮的脸蛋 男子的尸体很快就被发现 死相极其难看 和之前两个案件一样 唯一的区别是 这次凶手用的是左手刀 难道不是同一个人做的吗 秦皮吃饭时 一直在反复思考这个案件 身后电视的声音 引起了她的注意 演员清果饰演的70岁老人 成功荣获威尼斯电影节 最佳女主角称号 秦皮突然想起来 她曾经在肉店里 遇见一位穿着打扮类似的老人 老人身上熟悉的味道 就是清果香水的味道 由于清果的巨大影响力 没有证据 局长也不敢贸然发出逮捕令 只能要求秦皮尽快收集证据 她失落地来到肉店 但是这个地方已经空了 秦皮拨打了女人的电话 但对方只是嘟嘟的盲音 想起之前的一切 这个女人就算不是凶手 也一定和这些案件有关系 她审问清果 但对方却笑着说道 在律师来之前 她是不会回答问题的 局长叫她出来 告诉秦皮 清果是国际影后 在韩国影响力很大 警方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 逮捕了该女子 已经引起舆论的抗议 虽然秦皮知道她就是凶手 但无奈只能放对方离开 随后 任川也发生了类似的杀戮事件 他们怀疑是同一群人干的 秦皮立即开车前往 经过调查发现 凶手每隔一个月就会犯罪一次 所有死者都是坏人中的坏人 他们依靠不同的手段 逃脱法律制裁 继续做坏事 凶手以恶制恶的方式 制裁了这些犯罪分子 秦皮一路跟随 最终 女人的位置被锁定 几个月后再次相见 她愤怒地拔出了手枪 女人叫她不要过来 自己不想伤害她 看着男人一步步靠近 她直接一个飞刀过去 将手枪准确击落 再稍微偏移一点 男人的手就被砍掉了 两人扭打在一起 秦皮没了枪根本不是对手 女人的手在颤抖 久久不愿下刀 秦皮趁机反击 局势再次逆转 秦皮拿起刀 把她打倒在地 但两人都不忍杀了对方 秦皮怒吼一声 提交了辞职信 画面一转 她走进一家肉店 打开门 熟悉的身影再次出现 女人问她 这次来这里做什么 秦皮微笑 她已经决定不再当警察了 两人过上了甜蜜的生活 这天 她正在翻阅爱人的相册 但在图片中发现 有一个女人和妻子 长得一模一样 凶手一直用右手杀人 只有这一次用的是左手 一切都说得通了 凶手是双胞胎 那么和我在一起的 究竟是谁呢